Wrapping in your area 好可愛 喊出韓國女團口號 全場笑翻 前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帶著愛犬小霞 做客吳珊茹主持的實境秀 展現平時不一樣的一面 這樣怎麼當保姆啊 明天就被開除了 絕對啊 而且我們兩個動作好慢 她有尿 她有尿喔 天地板換尿布 樣樣都得親手來 黃珊珊當其寵物保姆 一次要照顧十幾隻狗狗 讓她大喊真的比跑行程還累 困難的就是 還好我只養一隻狗 對 剛剛背差不多十隻 總共十五隻狗狗包圍 而且精疲力竭 而且你看他們隨時注意 每隻狗狗的狀況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蠻高度緊 我覺得跟醫院的護士差不多 對 你就一直看著他們 然後要狀況 然後馬上要親 就變變尿尿 而且又不能讓他們互相 可能會互相傷害啊 影響 對 我覺得這是 不容易的 很像超恐怖 超恐怖 笑說是人生從未有過的經驗 寧可再多參選一次 不過很可惜的是 吳山茹的狗狗Hersie 和黃珊珊愛犬小霞 似乎互看不順眼 我們今天在車上一開始的時候就 笨的 怒目相向 然後一直吵一直吵 吵到最後我們就拉我們住 對 打喉大叫 然後下車以後完全完全無視對方 連看都不看一眼 從政壇跨界一日打工族 黃珊珊展現私下親民一面 意外收穫民眾目光 TVBS新聞 蕭明正是庭義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